大家好 我是艾弗瑞 這天是要回台灣的 反正就是要回台灣啦 日本的最後一天 那這次是買七天的機票嘛 過年 晚去找回 啊我會挑這班班機 就是因為 艾弗瑞下完大夜 9點多 下完大夜1點大 機場接送 然後晚上大概6點班機 時間大也蠻剛好的 那最後一天的話 是晚上 是早上7點55分的飛機 從 雨天飛送山 嚴格來說這個 機票時間是蠻鳥的 雖然是7天可是 頭尾都是飛霧 而且都要在日本多住一天 嗯 不過比較起來 那時候艾弗瑞早 因為那時候過年頒表出來 其實已經離 過年大概剩一個多月吧 比較近 啊 後來想說可以這樣請的時候 所以算是蠻尾聲的時候 買這票的 那時候查 其實 比較近的地方啊 東 反正 反正那時候有看到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 機票比較能接受的就是 釜山吧 釜山跟 欸釜山跟什麼 跟新加坡吧 那其他地方都很貴 收爾也很貴 就去韓國滑雪好了 結果 收爾也要好像2萬多塊 欸一萬八一萬七吧 那釜山好像是一萬 也是一萬六一萬七 那時間也不是說很好 好像要跨一天 就是艾弗瑞下大夜的隔一天才飛 那時間也爛爛的 嗯 後來艾弗瑞還是捏著 花兩萬塊買這個 華航有點鳥的機票 那為什麼會兩萬塊 因為回來是 掛到兩件行李啦 就是 最便宜的機票 票總沒有 第二便宜的也沒有 就算那個 第三吧 啊他就有兩件行李 那艾弗瑞 其實每次都有多買 灰塵都有多買行李啦 可是後來灰塵好像也都沒有買東西 對啊這就大概幾票 啊這一天就 是7點55分的班機嘛 啊艾弗瑞是住在雨田機場旁邊 的Toroco Inn 呃他Toroco Inn 其實也不是說Toroco Inn啦 這附近的機場 那天觀察一下 好像其實都有機場 都有Shuttle Bus 因為住在這附近的 就是都要去雨田機場打飛機 所以他晚上都有 搬車跟早上都有 就怎麼講 他在你 他離那個大鳥居車站 就是機場線的車站 大概走路 不用五分鐘吧 三分鐘 所以 你平常是可以搭 大眾交通工具 進機場 那 在大眾交通工具 沒有開的這段時間 他們都有開Shuttle Bus 那當然就取決於你是 訂高級的還是普通的 那Toroco Inn 他最早的搬車是 4點45分 之後每15分鐘一搬 好像到7點半吧 還8點 我不確定 因為艾弗瑞就想說 就五天起來 就弄一弄 看每15分鐘 就有一搬車嘛 用好就下來等 也蠻快的 呃 搭的人也不 不少啦 啊他的是 滴滴旁公車 所以雪具 反正都有地方放 也不會很阿賬 啊 他雖然表定的早餐 供應時間是6點到9點 可是 他一大早 就是工作人員在 準備的時候 就會 放一點 簡單的麵包 在前台啦 就 原麵包 小麵包 跟果醬 還有咖啡機可以用 所以你真的要吃 也是有辦法在 Toroco Inn 吃飽再出發 嗯 那到了機場以後 就直衝 三樓的 離境打廳嘛 呃 起早大概兩個半小時到啦 啊華航也開櫃了 呃 他算是起早蠻多開 所以一直都有人在刮行 那都沒有排很久 那排到以後 反正 他們都會固定 量你的行李尺寸啦 那 華航最近幾年吧 反正最近有改 他以前是其實不能拖雪板的 他最近 有改規定說 雪板拖勻的話 是長寬高 好像改 兩百八幾公分吧 那 這樣就比較友善 像之前 搭JL的話 他的標準 好像是長寬高 兩百一十幾吧 那這樣就很艱困 我雪板長就 一百六 還有寬跟高 啊你又不可能剛剛好 所以那時候 其實JL是 硬拖 我覺得他要收錢 也 他愈發偶懼 啊他讓你過 就賺到這樣 所以大家覺得 是比較 不踏實啊 那 有 艾伯雷有研究 挑款 就是華航跟長榮 是確定都可以拖雪板 那拖完雪板以後 就 過海關 過海關 跟過安檢都很快啊 那 比較特別的是這次 雨田機場出來 他有特別放影片說 Laptop跟 iPad不用拿出來 因為 艾伯雷出國那麼多次 其實很習慣 就是 國安檢就是 筆電跟 iPad都要拿出來 國安檢嘛 啊他特別說 不用拿出來 欸 沒拿出來也真的沒毛病 就還蠻先進 就蠻有在進步的感覺啊 要不然 每次在那邊 安檢的時候 就一堆人 就是要到 安檢的 放東西地方 才要在那邊 慢慢的把東西拿出來 啊之前都不把東西拿出來 那卡著 那這次就有特別說 不用拿出來 啊 就順利過關 啊 過海關也很快 也是掃 那個 掃護照以後 直接 對臉辨識以後就過了 啊他 龍騰出行的貴賓室 就在 海關 後面 就直接上樓就到了 這個 貴賓室也不錯 一早 六人多 就供應早餐 啊看他的營業時間 是24小時 那他供應的早餐 就有炒飯炒麵炸 雞 湯央雞啊 還有烤飯糰 那他還有很多泡麵 跟 味噌湯 就是快沖的那種味噌湯 湯也不錯 啊重點是他的井很漂亮 他井是 直接面對機場 啊我們我到的時候 還沒有 天還沒亮啊 就是只是微微亮 那時候 拍起來都很漂亮 看出去 心況神移 那後來待了 比較久到 快七點吧 太陽升起來以後 他就把窗簾拉下來 就差一點 那艾米莉就有去 他就 願意放棄貴賓師 他去 買他的免稅品 他原本有去訂免稅品 他說 每次都不能好好逛 所以他在 進機場前 就先頂了 那 當下也 他的 呃 免稅店也是 聲音形容 人生頂費 那艾米莉也買了一些 餅乾啊 很喜歡吃的什麼 咖哩餅乾 對 回去的奧米亞給這樣 那這次說 有接口活動 用PayPay的話 他有QR Code 你少他的話 有機會免單 然後 呃 還有8%的回饋 不過上限好像比較低啊 4000多塊這樣子 喔 啊 就 反正 他 過完以後 有左邊跟右邊啊 其實都有 都有些商店 啊 我 後來我 在等艾米莉 補去吃 貴賓室的時候 又去逛到另外一邊 完全沒有人 可是那邊有 優衣庫的免稅店啊 還蠻 怎麼講 他是整條街 比較特別的免稅店 要不然其實都是像那種 集合式聖誕昌免稅店 就有賣煙酒啊 奧米亞給啊 小小的文創用品之類的 嗯 就還蠻 嗯 我覺得羽田機場 感覺還不錯啊 對啊 他之前也有 最近有 最近有新開那個 花園酒 花園 酒店嗎 反正有新開一個賣場 啊 網路上後來搜的話 也蠻多人在 羽田機場過夜的 實際去看 他還蠻多長椅的 就像 他在那個 那個什麼 Check-in櫃台附近 二樓吧 有很多長椅 就是比如說 漫畫或是日劇裡面 呃 古人在 有一個 上面有個扇子 然後下面有個長長的紅椅子 然後可能在那邊吃糰子 或是喝茶之類的 那邊放很多長椅 啊長椅的話 對於機場過夜就很方便 就可以躺著睡 他不像香港 香港機場 他只要 但凡他覺得你有機會 躺下來的地方 他中間都會做隔閡 都會做一個板子 或是做一個架子 讓你沒辦法躺下來 那羽田機場就很友善 他就很 其實認真看一下很多地方可以躺 可是 艾弗雷還是去住了 酒店啊 睡舒服一點 因為畢竟隔天還是要上班 雖然一早就到台灣 應該也是在睡覺 那到了以後 就上飛機嘛 上飛機沒什麼特別 所以 就很順利的 大概四個小時到 松山機場 啊松山機場 也是過海關以後 果不起來 每次都在等行李 可是這次 松山機場 不知道是不是地勤人員 跟陶雞 是不同公司 他松山機場 的地勤人員 放行李 就很有印象 他 會把手把 往上 那如果你是登機箱的話 登機箱拖運的話 他會幫你把 整個行李箱 變成直立的 就是輪子朝下 啊 上手把再朝上這樣 然後如果你是行李箱的話 他會幫你把手把朝外 還幫你把行李吊牌 就是 一個行李 呃 check in的那些資訊 的標籤朝外再撥一下 就感覺還蠻用心的啦 嗯 雖然 還是等很久 下飛機到 拿到行李出關 大概一個小時吧 對啊 還是蠻久 可是說好說好 這也不公平啦 因為你出國的話 其實都是卡在海關嘛 都在等海關 所以 你等海關的時間 就是在等行李 所以看巴托內克 是哪一個而已 對 就完成了這個 搭飛機了 順便 分享一下 就是雪場的感覺吧 艾福瑞滑雪都現在 呃 其實是只有第二個雪季 實際算的話 好像才滑了八天還是九天吧 那第一個雪季是去年嘛 就是解封後的第一年 那第一個雪場是去 北海道的 托媽姆 啊我們是住卡妹 那時候其實是12月底吧 12月 就十幾號到二十號這樣 就中後段 那時候 就都沒有雪 我們去之前只有開一道 那看起來 那一道也蠻短的 新手道 呃 反正就狀況很差啊 艾福瑞剛去的第一天也只有開一道 只是艾福瑞去的時候 去的期間都有下雪 所以後來 又開了兩道 就 那時候其實因為裝備是新的 啊可能也還從 溫室出來 所以其實沒有感覺到 有什麼差異質 只是覺得很不好滑 對 因為那時候沒有請教練 那時候只有去上 Clarmed的團體課 那上團體課 我是覺得用處 嗯 很微弱啦 因為他是講英文的嘛 啊你的同學也都是來自各國 呃 所以 那時候一團好像是八個 六個吧 六個還七個 教練 然後配兩個教練 其實教練沒有辦法太 幫助你什麼 他只能跟你說 這一趟是要做什麼動作 啊你有沒有做 他其實 也不一定看得到 他也不一定能指點你什麼 啊重點是這一把 艾福瑞有重摔啊 就那時候是穿了 他的開武者 的 怎麼講 他的下半身是 護臀跟護膝是連在一起的那種 然後他有護膝嘛 他有護膝 可是他比較小塊 那時候艾福瑞因為 呃 用反腳 用後腳去做S撐 然後沒有做好 後來就側邊大摔 那時候整個 喔撐到不行 整個 膝蓋超級重 然後很黑青 也很痛 所以 第二天跟第三天其實就是硬滑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怎麼那麼 熊還繼續滑 因為那時候其實 碰到就超級痛 所以完全不能摔 你摔到就 痛到爆炸 所以也是有點影響那個體驗 那當然當下有點不服氣 因為 呃 在 iSki已經中級畢業了嘛 可是去的時候 卡拉妹是被我分到類似 初級 第二級之類的 啊 肯定是還不會S turn之類的 那時候還不是很服氣 說 嗯我在血跡上都做得很順啊 那後來就是被限時毒達 就 文師的滑朵管還是不一樣 在學廠上真的S 也還蠻難的 那時候因為 雪鞋跟雪板也都是新的 所以就 其實那時候其實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自己技術不好 還是 雪鞋 穿不好 因為那時候雪鞋 呃 第一次用BOA的嘛 就是用 用擰的 用轉的 啊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 綁太緊還怎樣 不是 筋骨超痠呢 就是 小 腳底板超痠 就 怎麼樣也用不順 然後腳的開度跟 暫距 也不是很順啦 反正那時候 那時候 是在懵懵懂懂的狀態下 滑了第一次的 托馬姆 啊 當然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所以當下是很開心的 因為 吃好住好嘛 啊滑雪也滑得 滿開心的 啊沒有請教練也是滑騰雷 那時候我記得滑 連絡到 就是 緩破的時候超痛苦 因為 那時候 沒有人叫什麼 開放彎或是 閉合彎 滑連絡到一樣 那邊 大開大合 做那個 閉合的S層 要不然就是 放平板那邊滑 無法控制 所以就超可怕 超害怕 因為 旁邊就是邊坡嘛 所以你只要做 動作做太大 可能就掉下去 所以 滑得很痛苦 那這是第一次 那第二次 就是兩個月後 去了 梅池啦 那時候原本是要去 跟IKE SKI的團 那 後來 反正 反正 他們就是要做拳套 他們要包吃包住 包上課 那我那時候 規劃是說 可能包吃包住 那上課 D4 給他們另外賺 結果他們可能 也不要 因為他們 吃住上課的人 就夠了 不用借我們這種 吃住自己來 來上課給他們上 所以後來就 請了一個 IKE SKI 教練 推薦的教練 也是從IKE 離職的啦 叫Nick 那 就 最後我們是住在 COTINA COTINA的 Green Plaza 就是一個 很老的飯店 他的裡面 設施真的很 老舊 可是我覺得他 還是我在用心經營 我覺得 住起來的感覺 還不錯 那 怎麼講 那我們 那時候是在梅池上課 對梅池的印象就很好 因為他的 綠線很寬 很寬廣 然後坡度又有 他不是完全的緩坡 所以他 往前進也不需要太費力 所以 你滑的 怎麼講 你想怎麼滑就怎麼滑 而且那時候 艾佛瑞去的時候 是下大雪 所以整個滑起來的 氛圍跟 雪的質地 跨拉提就 很開心 可是那時候 嗯 我覺得 教練 真的還蠻吃運氣的吧 那時候 Nick教練 我覺得教練 有經驗跟沒經驗 就是他可以 有經驗教練可以用 各種方式去引導你做出對的動作 對 因為身為一個學員 我就是白癡 其實就是白癡 他跟我講什麼動作 我 腦子是能理解 可是我身體做不到 那他可能 就要用其他類別的方式 比如說 你要 你要往前的話 他可能要 手舉起來啊 或是 怎麼樣 他是用另外一個動作去 輔助你做出正確的動作 那我就覺得 Nick這方面可能 比較不夠吧 對我覺得我在那兩天的上課 沒有獲得很多東西 嗯 就 因為那時候 S10已經可以 在綠線做很好 啊 iPhone的 的 怎麼講 壞習慣就是會少學嘛 後腳會少 然後用 上半身強而有力 去反你 去強迫他轉過去 對 那一次我覺得 沒有說 獲得很多東西啊 那時候 上課是 呃 艾弗瑞跟艾米莉上半天 然後另外一位 朋友上半天 然後艾弗瑞 等於是上兩個半天 跟艾米莉啊 嗯 那時候其實 紅線其實不太 完全 他帶我們去滑紅線 可是 艾弗瑞就 怎麼講就是硬掃血 剎車下來 那他們教我的東西 我基本上 做不太到 對啊 像說什麼 橫切學道 要一直先 那後來 後來才知道 這是carving的基本嘛 就是carving的入門 那可是我 都 我的基本功能也都還沒修好 就是 我的 加減壓啊 然後 錄完重心靠後啊 就 都還沒有獲得適當的改善 就學了 所以 那時候我記得 上了兩天嗎 上了兩天課 上了兩個半天課 那另外兩個半天自己玩 那上完以後 隔天 早上去 就在Cotina學場 Cotina學場 跟梅池學場 是兩個不同學場 那Cotina的比較難 Cotina的紅線比較難 我還有記得 那個在Cotina前面 就是 住宿飯店前面 有一個紅線 我那時候 真的覺得好可怕喔 就是紅線 他忘記是紅線還是綠線 可是反正 他說 在他的簡介上沒有很難 可是我們滑就 一路推破下去 對 完全沒辦法 太可怕了 那 早上玩了一下以後 下午就 氣力放筋 就 放棄 就不滑了 因為原本想說要滑三個整天嘛 結果實際上只有滑兩個半天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就是 技術不好或怎麼樣 全身就會很緊繃 覺得很累 超級累 然後那個疲倦是會累積的 是 會疊加跟累積 所以會到最後會很累 那梅池這部分 梅池就滑了兩天嘛 Cotina滑了半天 嗯 其實滑雪的體驗就很棒 就 因為下雪嘛 雪質很好 只是 那時候不知道是 嗯 腦子沒有吃 怎麼講 反正就也沒有 感覺沒有很多進步啦 只是滑起來感覺不錯 那唯一有印象就是那個Cotina 那時候離開 Green Plaza的時候 就覺得很開心 終於不用吃他的東西了 對 他每天的餐點也不錯吃啦 然後他有三套餐單在換 可怎麼講啊 就吃起來 有點跟日本的甜點一樣吧 日本的 Omiyage 點心不是都是形狀各異 可是吃起來 味道都差不多 那那時候在Green Plaza 樣子就這樣 就是說 吃的話 也可以吃啊 就 只是 後來就覺得 可以不用吃 Green Plaza的東西 就覺得很開心 那當然去吃也還是 也都有在吃啊 只是 逃離的時候特別開心 就這樣 那時候因為是疫情結束吧 所以他還有送 一些 那不講 Coupon吧 就消費券 那可以換 他裡面小賣店的東西啊 或是 喝飲料 或買飲料喝到飽 對啊 他們這邊好像都有 Buffet的 都有 Buffet的餐廳都有配飲料的 放題吧 就另外加個錢這樣 那這是第二次滑 第三次滑 就是 今年12月吧 那時候是元旦跨年 硬要來 那時候就參加了 IKE SKY的湯澤 四十腳課 那是 也指明 Tim教練 就比較熟的教練 而且我覺得他 我佩服他的地方 就是他 花招很多啦 你做不到的動作 他就是有辦法讓你 用其他的方法 或是其他的方式 讓你 可能體驗到對的感覺以後 就可以自己去做 我覺得這是我對 我覺得教練教得好的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 其實上的時候 上IKE SKY的課 有一個Peggy教練 我也是很佩服他 因為在我們 IKE SKY新竹店 草創新開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 那時候他 可能還只是教初階課程 那 上他的課 其實就有 感覺說說 他教你的東西 就是他們可能公版的 就是比如說 身體要靠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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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筋骨要去壓斜車啊 筋骨要去壓斜車啊 反正他就是 一直重複那套公版 問題是我的前任 我就做不到 那時候就有感覺就是 因為很多教練教嘛 就合一比較 就是Peggy可能教的 可能是屬於 比較死板的 然後後來他進步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神速 他後來也上了 可以上中級課 也可以上高級課 那他 後來就可以感受 他的教學經驗 越來越豐富 他可以用 很多不一樣的方法 讓你做到 對的動作 那對於你的動作的錯誤 也講解非常精辟 你可以馬上理解到 他講你哪些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好的教練就應該要 好的教練是他 可以跟你講哪些錯 快速的講哪些錯 還有 用各種方式去 讓你做到 他要你做的動作 對 那這次湯澤的話 硬去之後 艾弗會自己去嘛 然後是請了兩個 兩天的死角課 好像三萬五千塊吧 對 阿Tim教練那個 鐵釘是划算 因為 我跟他一對一教練課 他 就上好上滿 他體力真的是超級旺盛 早上九點到 滑到晚上 滑到下午四點 七小時多吧 就 滑到 滑到你真的懷疑人生 我第二天真的超級不想去上課 第一天上完好累喔 就還有印象他跟我說 艾弗會你很棒 就是他跟我講的動作 可以馬上 做出反應 做出response 然後做出對的動作 那第一天早上 我有印象他這樣誇獎我 然後第二天以後 就不行了 就身體已經 無法自給了 每次摔 每次滑 每次摔 可是他那時候 還有帶我體驗一下 粉雪阿 就滑粉雪 滑粉雪的感覺真的滿奇妙 然後就跟衝浪一樣 就 你不能快速的 像平常一樣 壓雪道一樣 是快速轉板 你只要 一想要S的話 你的板刃吃下去 你就吃下去了 你就陷在雪裡面 所以幾乎都是放紙板 然後微微的轉彎 然後要煞車的話是踩板子 這體驗滿酷的 對啊 然後 重點是我覺得 森武滑雪場好漂亮 而且好大啊 他有三座三 對啊 我覺得下次如果我去的話 我會很想要再帶 艾美麗去 是森武滑雪場 雖然他周邊的配套 可能沒有那麼好 他 到湯澤雪場 可能要大概八十十幾分鐘 然後他附近沒什麼東西 可是他整個雪場的規劃 我覺得很棒 就是滑到現在比起來 他 三步五十就有一個 怎麼講 他的小屋 小木屋很密集 小木屋裡面都有吃的跟廁所 還有重點是有水 上次在 Cotina有喝水方便 然後還有在那個 哪一個啊 在梅池喝水也滿方便的 對 這一次神武環球場喝水也很方便 上廁所是為了艾弗羅勒的逃避 Tim的指導 所以就跟他說我要去上廁所去喝水 對 都很方便 很有印象 小木屋很多到處都有 風景也很漂亮 看那個什麼水庫喔 還是湖 對 反正滑雪就是看大景 我覺得CP值很高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生活環球場很棒啊 只是缺點是 那時候應該是寫了很多進我的memory 可是因為我的肌肉已經做不到了 所以那時候滑得很差 那時候雪板又沒有貼直滑 直滑墊 我的雪板面又很滑 所以每次都是用臉下纜車這樣 每次下纜車十次摔八次 那時候BIDING也不是用熟悉的BIDING 就是一個FLOW的快穿吧 可是那個系統可能在下雪 粉雪的當下是很糟糕的 因為會拉不太起來 而且艾弗羅勒的肉軟度很差 對 那時候也有下雪啊 所以感覺不錯 體驗很棒 那這次冒魔滑雪場的話 缺點就是 就運氣就不太好 就沒有下雪嘛 然後雪質蠻乾的 那對貓魔滑雪場的印象就是 因為我們在北面嘛 主要是滑北面 那南面的話喝水就不是很方便 它的動線比較複雜 對啊 喝水不方便 上廁所還好 它有幾棟可能是 之前有營業客 現在美營業客 它廁所開放可以用 對啊 雪況也不太好 嗯 就很多 就是 凸凸的 草皮 嗯 花起來也是不錯啦 它景也蠻漂亮的 可是 我覺得可能跟雪況有關吧 所以 體感就沒有那麼好 就 現在最喜歡的就是 神文滑雪場 再來是美瓷 對 啊 再下來回去 那就再比較看看 對啊 那 今天錄音就大概這樣 大家掰掰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